听完这些言语 其他人都露出了思量之色 要清剿高解妖兽 这可不是轻易可以答应之事 他们自然要好好掂量眼 你们找我们这些结单器修士 为何不去请一位原英姬前辈出手 把握更大一些 几位道友以为切身没有找过吗 可是这些老前辈 自从受朝之后 大部分全都下落不明 在下也只联络到了一位妙鹤前辈而已 就是有这位前辈加入 我才能应付这群妖兽中的七级妖兽 而思月就是这位前辈指明想要的炉顶 其他人听到这里面面相缺了起来 韩丽听到这儿 则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脸上闪过了一丝沉吟之色 但马上她就简短地说道 丽某没有兴趣参与此事 诸位倒有自己忙吗 说完此话 她就毫不理会地出了大门 温丝月不敢拉后一步 紧跟了出去 没有谁敢阻拦韩丽一二 厅堂内留下了一群大眼瞪小眼的众修士 范夫人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失望之色 而一直沉默的云天笑却再次开口 既然丽倒有不愿相助 本门也不会强求的 下面我先介绍一些关于幻梦时附近妖兽的情况 然后诸位倒有再自行判断具体情况 那里 此前韩丽对她的重创仿佛从未发生 云天笑从容不迫地滔滔不绝起来 前辈 你真的不想会内心害 温丝月在韩丽的身后 有些难难地说道 怎么 你想回去 也不是 只是 温丝月声音低了下来 最后的话语没有说出口 这时韩丽已经带着她走出了石壁 二话不说直奔出口而去 既然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她自然没有兴趣在此地再待下去 韩丽带着温丝月 在守门长老的惊讶目光中 从巨石入口处出了密室 然后顿光将此女一卷破空而去 一路之上 温丝月沉默了下来 在顿光中并没有问韩丽目的地所在 似乎将一切都交予了韩丽 而韩丽也没有给其解释的意思 同样一言不发 带着其闷头飞行 结果两日后 韩丽终于找到了一座 有微薄灵气的荒岛 降落了下来 岛上有数座几百丈的大山 上面倒是绿绿葱葱 长了不少的树木 韩丽围着这些山头飞转了一圈 就带着文思月在其中一座山脚边落了下来 在此女惊讶的目光中 韩丽放出了飞剑 数个时辰的功夫 就在山下开辟出一个小型洞府 此洞府虽然只有原来雾海洞府的一半大小 并且各种构造也简陋了许多 但是该有的卧室密室 甚至炼器房和药员都一一俱全 韩丽看了看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就在入口处布下了几个阵法 带着文思月走了进去 以后你说在这里即可 我会将洞口发真的口诀告诉你 此地还算僻静 你可以在此好好修炼 应该还有机率进入结单期 韩丽带着文思月进入卧室 坐在一张匆匆削出来的石椅上 仔细地打量着此女 多谢李前伯 文思月在韩丽的注视下 脸上泛起一丝红韵 颇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 丽前辈 对不起 我应该称呼 文思月急忙垂下袖手 脸上露出愁愁之色 她实在不知道成为此人的侍妾后 应该如何称呼对方 嗯 你叫我丽先生好了 韩丽揉了揉鼻子 她并没有在文思月面前露出真容 仍以幻化的中年人形象和其说话 是 丽先生 文思月迟疑了一下后 乖巧地叫道 韩丽满意地点了点头 思量了一下心中的话语 才温声问道 文道友是怎么到海外的 范夫人怎么会成妙音门的掌门 据我所知 妙音门好像一直是紫灵仙子为首 诶 先生对本门以前的事情很清楚啊 文思月见韩丽没有急着询问 妖兽巢穴之事 反而问起了妙音门之事 美目中不禁闪过了一丝亚索 但想了想后 她就性纯违章 开口解释 在妙音门迁移到外星海之前 门内的一切事情 的确都是上门主做主的 但是后来 她去徐天殿取宝的时候 本门内却发生了一场惊变 等我回到门内之后 诸佑氏已经不知所踪 门内的大权 已经落在了范祖舌 和一干外来人之手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竟是魔道的修士 而妙音门 也成了魔道的附庸了 范祖时当即自立为了掌门 并马上聚集了门内大批弟子 带我们通过天星城的传送阵 到了此处 妾身就是在当时被裹挟进来的 以后 本门就在此处开办了密室 并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女弟子中那些有二星的 这些年来失踪的失踪 被送的被送 大多以燕消云散 就是妾身 要不是今日先生所救 恐怕也免不了做他人的卢顶 你们这位范门主 到这外星海做事 总不会专门为开个密室而来吧 这个妾身也不太清楚 不过范左舍和那位云姓的魔道修士 一直借助密室来收集 各种各样的情报 仿佛在找什么东西 闻思月有些不太肯定 脸上也闪过迟疑之色 听到这里 韩丽停下了询问 心里思量了起来 听此女而言 似乎当日她被自己所救之后 就发生了妙阴门叛乱之事 当时紫灵仙子和自己正困在虚天殿之中 而范妇人一等夺权成功 就马上带着大批弟子传送到了齐渊岛 逆星盟接着才发动了对天星城的攻势 看来不管是魔道的哪股势力图谋妙阴门 显然在逆星盟内的势力不小 否则不会将时间掐得如此凑巧 等紫灵仙子从虚天殿出来之时 门内自然早已空空无人 至于这股魔道势力 想借助妙阴门这些女修 在此处海域寻找什么 这自然另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韩丽事不关己 也懒得过问此事 况且那位和自己结下大仇的妙鹤阵人 似乎也和如今的妙阴门扯上了关系 韩丽更不愿自投罗网多牵扯进去 所以在密室时 她才一口回绝了范夫人的建议 至于回内星海 她修为没突破瓶颈之前 根本没有考虑过此事 此地固然妖兽横行 但对身怀宝物的她来说 内星海也不见得多安全 短短时间内 韩丽反复思量了文思悦的这番言语数遍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 看来对她并没有虚言相欺 这也不怪韩丽如此小心 实在是身上的虚天顶太惹人眼红 不知有多少原因期的老怪正想找她出来 而古往今来 因为女色落入他人圈套的事情 又不计其数 韩丽可不想一时大意而成为其中一员 当然总的来说 此女是陷阱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毕竟谁也不能掌握住 她什么时候现身 出现在什么地方 而她对自己的唤醒觉 更是颇有几分自信 就是原因初期的修士见了她 也不见得能识破此秘书 这时的文思悦看见韩丽神色殷勤不定 不禁露出了几分尴尬不安之色 韩丽回神完毕 发现了眼前这位美女的异样 微微一笑 现在我已经按照约定 把你从密室中带了出来 并且安置在了此处 现在可以将那妖兽巢穴的位置 告诉丽某了吧 我知道地点后 就马上离开此地 然后你我两不相欠 前辈不打算要少女子做事欠 丽某一人独身挂了 不需要什么人跟在身边 文思悦沉默了下来 片刻后 玉蓉上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轻轻摇头 多谢先生好意 且神既然当初说过要做前辈的事情 就没有想反悔过 请前辈尽管放心 四月会信守承诺 不会有任何怨言的 丽某可没有试探文道友的心思 刚才之言都是真的 但道友若一口要定 真要做在下的事情 丽某也不会多推辞 到时 文道友可别后悔 韩丽心里明白此女的顾忌 不由得似笑非笑 她可不信文思悦真心想做什么事 在密室中提出条件 多半是无奈之举 事切虽然比卢顶强得多 但也不会有哪位助击妻女修 心甘情愿做他人的事 即使有 也是被逼无奈 韩丽对文思悦的滋容 虽然有些动心 但更加明白 现在的她以突破修为为主 正是关键时期 不可能带个女修长期地在自己身边 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就此作罢 我 怎么 莫非道友还真想做在下的事情 不是 妾生 妾生在此多谢先生了 反备文思悦 以后一定不忘前辈的大恩 文思悦心里一急脱口否认 接着一呆之下 一咬红唇 冲韩丽身试一礼 脸上满是坠坠不安的神色 既然如此 那嗜且之言就此作罢 道友不必放在心上 多谢先生成全 文思悦心里惊喜交加 神色一松 顿时花容绽开 荣光照人 让人怦然心动 如此美景在前 韩丽也不免心中升起了一丝涟漪 但很快就被理智埋在了心底 文道友 下面讲一下裂锋兽之事吧 李先生 那裂锋兽的巢穴 如今看来有些危险了 那里已经靠近了深渊的边缘地带 前辈还是考虑清楚之后 再决定是否真的去此兽的巢穴吧 深渊边缘 韩丽皱了一下眉头 这听起来的确是有些棘手的样子 向文思悦问出了裂锋兽巢穴的位置后 韩丽随意地给此女留下了一瓶丹药 让其服用炼化 文思悦自然心中十分感激 马上欣喜万分 闭关炼化药理 而韩丽则进入了另一间密室 准备研究下新到手的铜片再说 现在他盘坐在密室中 仔细打量着手中之物 铜片上只有单面铭刻有文字 另一面则是一幅古怪之极的图画 画的竟是一个三头六臂的模样 此怪物三手怒目原睁 六臂齐网天举 不知是何用意 皱着双眉看了好一会儿之后 韩丽将那一卷兽皮书掏了出来 对比两件东西上的文字 这时他发现 铜片上的文字和兽皮书上的 结构大部分相同 但细微处又有差异 竟仿佛同出一元 却又演化出不同的字体一样 无法从表面上看出名堂 韩丽不再迟疑往铜片上注入了法力 铜片随着法力的注入 发出了一声轻响 并自动颤抖起来 忽然光芒大盛 铜片的半面 射出了黄蒙蒙的光柱 一下喷射到了对面的石壁上 一幅活动的古老画卷 顿时显示了出来 韩丽先是心中一喜 但一看之下 人又正住了 一只浑身长满鳞片 头上身有独角的人形妖兽 先出现在画中 此妖兽的模样 竟和铜片背后刻有三头六臂怪物一模一样 只是此时的她 还是一个头而已 韩丽正在纳闷之际 光芒一闪之后 画中的妖兽盘坐在地上 双手掐了一个古怪的手印 整个身体微一扭曲 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韩丽惊露了半天 一会儿之后 画中妖兽手印一变 身体再次扭转 又换了一个更奇特的坐姿 如此每隔一段时间 人形妖兽就变换一个莫名的姿势和手印 仿佛在修炼什么功法 足足有半个时辰 铜片光滑一暗 图画消失不见 韩丽有心数了一下 画中的妖兽 总共摆过了36个姿势